失戀時就是要這樣吶喊出來 在KTV的確是也很常聽到 尤其是去上廁所的時候 你會覺得一間一間包廂 每一間都在不同的點 這有一部分是在生氣的嘶吼對不對 對啊 你不懂啦 我覺得有點不一樣的是 它比較不是愛怨 它有點發洩性 可是前面幾個歌都比較哀怨 是講我的事情 我多麼的痛 我多麼的難過 可是這個歌比較是 在告訴朋友 你要碰到對的人 不要因為寂寞而隨便去談戀愛 我覺得它是在 有點在告訴唱給朋友聽 有時候也有點像唱給自己聽 所以在告訴自己 鼓勵自己 對 它是前面一半都很理性 就是到了後面那邊開始 發洩這樣 所以這個歌其實它很厲害 就是說 它也不是自緣自哀 也不是很雜勾斜 可是它就是 讓你唱完之後又覺得很舒暢 因為你發洩 對 亦凡自己有沒有什麼愛情故事 我的愛情故事就是 非常的都不好 因為之前碰到一個劈腿的男友 雖然他劈腿 然後我還是很愛他 甚至他生日剛好碰到他生日 還買禮物給他 就沒想到又看到更殘忍的畫面 然後就覺得說 算了 這個男人就是你知道 我覺得也是好 是讓你自己 真的了結了這段感情 對 你應該在他面前 哇 哇 哇 嚇死他 真的 哦 耶 對 對 發洩出來 發洩一下 對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啊 傷心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 對 對不對 傷心會讓我們自己更清楚 我們要的是什麼 對 然後什麼會讓自己快樂 我們就請唱得痛快的一帆 帶來對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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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在我心中 是否還苦難 那刺繡上 否決了愛 愛的好 謝謝你的觀賬 我一切都好 一個人不算困擾 愛雖然很美妙 只不能為了寂寞 又剩了你腳 愛要耐心等待 此時尋找 感覺很重要 寧可空白拉梢 等候一次真心的擁抱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 對的人出現 很願意為了一份愛 付出去多少 然後得到多少 拚不起腳 當我想清楚的時候 我就算已經準備好 換手氣愛 太過天東 還要耐心等待 此時尋找 感覺很重要 寧可 空白拉手 當好一次真心的擁抱 多相信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對的人出現